六月的现场来看到庆祝中华建观三百十年 或许再生联丸企业 是跟中华管政府联手 在六港体育中基盘影响音乐会 刚才有文化的联帝企业势 再来邀请到资宗庆大家的团 让兄亲度过一个愿望 有更充满到教育成的教理时光 这含人心的故事 这是古代出名的大企业团生担来的表演 台下的观众得到这套 相信这顶政策的应该相恩 彰化呢我们想到彰化就有非常多的花园 就是一个百花齐放的城市 然后也是因为过去能源 我们安排了一首浪 然后让大家感受到从这首曲子 有天然的一些自然带给我们的力量 仿佛在海边享受着海风这样子 那也希望这场音乐会能够带给大家正面 正向的力量 中华管政府和在生电文企业 共同基盘永续音乐节 华东结合在苏 教育和美食 就为文化交流的救援 目前我们正在彰化外海 新建的这个大彰化东南跟西南 第一阶段的风场 在预定是在今年底会完工 希望在年底完工的时候 可以提供百万户家庭所需要的 年用户量 用电量 那未来我们在台湾的彰化外海 还有旭风离岸风场 以及台中外海的沃南离岸风场 目前都是在开发中的一个岸场 我们对台湾的市场非常有信心 也希望能够继续深耕台湾 然后把这更干净 更大规模可以负担的绿电 提供给台湾的民众和企业 台湾第一座在卫博原岸风场 在夏令那一座城市场 很软化 而且距离海岸线35到60公里 对 他过游戏观看 让民众严格了解中华 风力发展的相关地设 电灯当中 还有一个高达200公分的乐高墙 是邀请到台湾博原委 官方乐高认证大师 黄艳志来搭着 去他们大小朋友来习惹留念 因为现在地球暖化严重 所以要赶快吃哦 华东还推出中国跟丹麦的味道 有第九造型的冰淇淋 以及来煮丹麦的传统点心 那现在在上海的话 还有非常多的冬季 这个绿能是未来取代的一个趋势 那也希望说绿能能够在我们当地 变成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产业 不过这个部分我们还需要多来努力 然后知道说你们就有这样子的 一个活动管道去推广 在三人员 那我觉得带有家人小孩子 来这边认识一下 我觉得这个在实质 我们在台湾目前来说的话 教育意义非常的重大 对 不仅中华瓦海当地的建议台湾 规模上大风情 希望透过瓦东 将来的环境稿油 应该稍微发展下去 大众新闻 占逆菜 缩配族 六甲彩虹报道